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熊禄需要让内线保护篮下 意味着干扰投篮的活就要交给后卫去做 熊禄过去两季一直拥有联盟几眼户非常强的后卫血部 但是他继后赛进攻实在太坑 于是熊禄痛定思痛 找了个几眼户可能更强的 霍勒迪曾经在采访中公开表示自己喜欢防守 他对于熊禄的意义就是在提供高于血部的进攻全面性的前提下 还能提供比血部更强的防守弹性 但首轮阿珠15.3分 48.1%命中率23分命中率 次轮15.1分 30% 6.1%命中率26.13分命中率 你难道别名叫布莱德索吗 好在霍勒迪还有一些大心脏属性 有过关键球的贡献 而且他对于外线核心的防守很重要 防守欧文让对手21中8 防守哈登让对手10中3 当然防杜兰特效果一般 因为对手实在太高了 冬爵面对老鹰 吹扬超级强悍的传球能力 以及和身体不符合的突破能力 中距离的操作能力 都是不小的挑战 霍勒迪早就习惯了对位明星球员 他也有被打爆的时候 但他总会站在第一线 杨会操控大量挡拆 他一对一去面对霍勒迪的优势 肯定不如打配合来得大 这么一来霍勒迪就还得面对掩护 他强壮的身体 能够尽量规避掩护带来的延迟 给到吹扬一些干扰 而且熊鹿的策略 就是希望吹扬投持球三分 作为联盟的数学家 熊鹿一直很会计算 吹扬上一场抛头炸裂 不能让他抛头太多 他突破很厉害 不能让他随便突进来改变阵型 他好像持球三分不是很厉害 季后赛期间 吹扬场均7.8次持球 头三分只有34.7%的命中率 场均赛场均4.9次出手 只有33.5%的命中率 而且一旦他在湖顶干拔 退防第一线就是他 那这个防守效果就是万人锤了 尤其是字母霍勒迪 都是推快攻的好手 蹭蹭蹭反击打出来 分叉一下就拉开了 上半场吹扬 在霍勒迪的防守下8中2 出现6次失误 其他人防守时4中3 出现2次失误 必须要肯定霍勒迪的防守能力 他在熊路的策略下 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 限制住了吹扬 老鹰的常规轮换里 杨 路威 加里纳利 都是明显的防守弱点 胡尔特 伯格丹也只是不拖后腿 克林斯打中锋 防守不好 一旦让熊路打出反击 他们根本无法阻挡对手 在这轮系列赛里 霍勒迪第一场交出33分4篮板10助攻2抢断 第二场22分14头9中7助攻 表现优异 熊路太需要一个能在冬觉站出来的一号位了 前车之鉴 后市之师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